然后我们在这里就读读诗听听歌 然后有时候看大叔跟评论区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兜兜嘴好玩 就陪伴大家过一个很安静的很缓慢的夜晚 就仅此而已 今天不是流量少 是因为我们刚才10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叫什么 这个叫效果器对吧 咱们效果器出点小故障 所以我们刚才停了一下重新开播 所以没关系 我们得要重新聚在一起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 要是播的是花开忘诱就好了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这首歌 我们就把花开忘诱再给你们听一首 接下来我就再读诗 然后请今天我的搭档 你们的小哥哥新宇 再跟我们一起弹吉他唱歌 读诗听歌唱歌 唱着靠 买了花 穿过沿街红墙青蛙 夕阳慢慢轻挽着我的白发 推开旧 把时光都蹲下 把时光都蹲下 而你只是笑不说话 一件遗憾的事就喝一碗汤 听愿深深秋夜飘落 我们苍老的时候 就回到小时候 才情没用来酿 就你不许偷着喝 穿扑素的衣裳 牵着那衣袖 牵了小猫 名为苍狗 我们睡去的时候 像孩子无忧愁 反正夜还难上 坐着岁月如小头 若记忆背头 走了忘了我的爱 我会说你好啊 这是给你的花 花的名字叫网友走 她说时光汹涌 如水上烟波 别走远了一起回家 我们苍老的时候 就回到小时候 才情没用来酿 就你不许偷着喝 穿扑素的衣裳 牵着那衣袖 牵了小猫 名为苍狗 我们睡去的时候 像孩子无忧愁 在梦里做个梦 看见你我都老了 那永恒没骗我 离散也没有 这份爱只是活 我在灵魂时空 如果每一生太剑 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 每座一个风 是时空偶尔的重点 你好吗 离开的人啊 请帮我相爱到剧中 网友走 开着花 你在月光下不说话 一件遗憾的事 就喝一杯茶 庭院深深秋夜飘落 大家肯定在想 主播怎么好像是卖关了 对吧 对我是把卖毙了 因为我在放歌 但好像又觉得 我嘴巴一刻没停 在说话 因为今天星宇 不是在弹吉他 我就跟星宇在介绍 我们直播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跟他说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我说 难得做一个 很真实的直播间 我们做自己就可以了 把自己做到八成 可能有两成 是微微的放大 比如说